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施观念评论 李志华观点 海底大抢救 探险参观铁达尼号残河失踪 到广宝无垠的太空探险已经创造了许多惊人的成就 但是到深不可测的海底探索则是具有极高风险与挑战的 那也是一般人现在还不会去做的 一个由Ocean Gate公司所制造的拥有铁达尼号观光潜水器 为了探险参观发生历史灾难的铁达尼号残河 自从6月18日起载着5个人从大西洋北美洲海域入海下潜 才1小时45分钟到达3800尺深度后就失踪不知具象 而原本预计只足够96小时供氧量的时效即将到来 每家两国营救人员忧息如焚 正在争分夺秒的动员所有资源与一切可用之方法进行抢救 但以目前的迹象看来只有奇迹出现才有可能显向缓生了 这一次这个失踪的潜水器并非潜水艇 全长约6.4米体积有如一辆货车的大小 它并不能自主航行升降 也没有GPS卫星定位传统 原定展开长达8天的行程 每人旅费25万美元 潜水器先被导航至1912年撞上冰山 沉没入海底的铁达尼号游轮位置后 再潜入深海中 已参观铁达尼号残河 但却不幸失联了 事实上这五个人包括大富豪哈丁在内 不但人人都对有有钱 而且皆对海底探险充满了志向与兴趣 他们在下海之前也接受过专业的操作训练 对于可能会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 也都做了十足准备 但现在发生意外后却一筹莫展无法自救 由于五人宝贵的生命垂危而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并使救援行动变得极为紧迫 搜救人员正在广大搜寻范围 并利用水下录音来追踪 可能由潜水器所发出的敲击声音询问 根据报道 这个失踪潜水器早先曾经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与疑虑 至少有两名Ocean Gate公司的前员工曾对该潜水器的材料厚度和相关测试程序提出了担忧 使得事故的背景变得更为复杂 据员工们指出该潜水器的厚度仅为五英寸 而原本预期的厚度因为七英寸 而当他们提出担忧时 Ocean Gate的首席执行官并未给予充分的回应 而是保持沉默 当一名前员工提出可能违反美国海岸警卫队检查相关法律的问题时 该公司更直接否认 此外海洋技术协在2018年也曾经向Ocean Gate发出警告信函 认为前往泰坦尼克号的残河地点远征可能导致负面结果 信中还提到对公司是否符合海事风险评估认证DNVGL的安全标准的担忧 但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而且执意前往海底探索 现在一切有万一 无论如何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要在海底寒冷和缺乏光线的恶劣条件中 先找到潜水器的落脚处 并快速营救他们出来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任务 大文必须保持希望并坚持不懈 集中精力支持救援行动 并为他们祈祷真心盼望奇迹出现 他们能尽快获救平安归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